处理堂上五只头绝从头马摆车 凝图了身而脱衣服三毛在水中 你知道健康知识可以用什么方式传递吗? 过立台湾示范大学健康促进与卫生教育学系 一年一度公共卫生教育实习成果发表会 于10月3号、4号举行 今年有在医院、社区、健保署、企业等不同领域 针对不同对象做介入 如适合小朋友的桌上游戏 符合农民需求的运动等 透过不同媒体了解健康观念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蛮难得的经验 然后在这一次的习分享会中 看到很多不同味教的一些媒体 然后很多不同领域的味教内容 我觉得这是蛮值得看到这样的部分 今年除了静态展示外 还增加了轮播影片 借此增加交流学习的机会 大家相互学习 然后相互交流之下 我觉得大家一定都会有更多更多的成长 指导老师师叔芳说 进入职场不可或缺的就是热情和专业态度 期许学生能够突破自我 有所承扎 觉得表现都非常优秀 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导师 对我们同学都非常肯定 然后我希望未来我们这个课程会 一届比一届更好这样 校园记者许一文采访报导